欢迎同学来修习这门课程 这门课程主要是课程名称叫你所不知道的历史 那我们再下来看看有关课程跟教师的简介部分 那课程的简介 课程名称就叫你所不知道历史 我们学分数主要是两学分 然后课程的概述 主要历史是由人事实地物所造成的 所以同学可以看一看这个内容就可以了解了 那至于有关授课教师的介绍 同学可以在电脑荧幕上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部分我就不再多做说明 那本科目的一个宗旨 就历史对人的影响而言 历史中的人物往往对后世产生典范 模仿或生以为借的影响力 其作用是无远伏借的 本课程最主要是谈到一些历史人物 让同学能够更深入的了解 那至于在学习目标方面 我们主要有几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个就知识的理解跟应用方面 因为了解历史的背景因素给予启发 比较归纳以古建议的思维能力 可以让我们同学在未来面对事情当中 有比较客观的评鉴 这个是蛮重要的 第二个在态度方面 具有国际视野并推动国家社会的发展 经由体认过去中外社会的演变轨迹 来分析精致社会的现况运作 那这对同学未来在职场上也有比较好的应变能力 跟就业的能力 那我们学习的对象最主要是本校的学生 尤其你对历史有兴趣的 更是欢迎你来修习这门课程 那至于学前的能力 我们主要需要具备以下的基本能力 第一个具备基本的程度 然后基础的本国历史知识就可以了 然后至于说有没有修过相关的课程 这个并不太需要具备 在学习的方法方面 在课前预习 我们同学只要先从大纲上来做了解就可以了 那在线上你看得到的部分 你先做一个初步的浏览 那对你在学习当中 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至于课程中课后 如果同学有问题 可以随时跟老师保持线上的沟通 然后我们可以在面授的时候 可以做更深刻的讨论 那这个部分在学习上 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评价 课程大纲部分 我们第一周最主要是规划学习的主题 还有学习的活动 然后另外也跟同学做说明 有关到校的时间 还有线上执行的时间 请同学要特别留意 那第二周 我们看看 在第一个单元方面 我们主要是讲导论 就有关你所不知道历史里头 有关相关课程的简介 先让同学做个初步的理解 然后第二单元 我们谈的是中国历代创业帝王 那同学看了之后 我们会有提供一些线上作为跟讨论区的主题 希望同学能够在线上 能够好好去执行这个功课 另外在第三周 我们会谈到有关成绩思汗 就是天克汗 他由来的原因 还有他统治整个大元帝国 他所造成的影响 一样我们在课后 会有相关的自我评仰测验 然后第四周 我们一样在谈到的是 中国历代创业帝王 最主要是谈到创业帝王 他成功的原因 以及他应该有的基本条件 让同学能够深入前处的了解 然后第五周 我们会谈到中国历代的串世 全中国446位君主 也造成多少的串世行为出身 我们要看看这串世行为 到底怎么造成的 在第六周 我们除了延续 中国历代的串世行为之外 还谈到历代开国工程的遭遇 开国工程分成五工程跟文工程 基本上五工程它的下场 应该是比较凄惨的 而文工程还比较好 所以谈完这个时候 我们在第七周 会再谈到所谓中国历代的君主教育 君主教育我们时常讲 他当上君主说他要的是什么 第一个是统治术 第二个就是防中术 那统治术他有所谓的酷刑 那我们讲防中术 他可能在女性在后宫当中 他可能对正式的关注度会降低 那这个部分在第七周当中 我们会有比较深入的检讨 然后第八周 我们谈到专制皇权的轮子 指宦官跟酷刑 所以宦官是执行者 而酷刑就是统治术 这两个相互为用 会让皇权有极深刻的影响 也能够比较落实 然后第九周 我们这个部分规划期中考 所以同学必须到学校来考试 那考试的相关资讯 就是在我们在前八周当中 所谈的内容 请同学要特别留意跟复习 然后第十周 我们所谈到的 除了中国君主教育之外 还有谈到国子上的女主 这里头我们附带检讨 唐代公主的婚姻 也要告诉各位 不管是武则天也好 或慈禧 他们怎么统治中国的历史 他们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 所以我们在第十一周当中 会更进一步的谈到 像慈禧他所发动的 所谓的新有政变 我们一般认为满清误国 而且把最后中国的五十年 都怪罪在慈禧身上 事实上这未必尽然 在这个主题当中 我们比较深入的检讨 女权在清末 民初的时候 她的执行度是非常困难的 然后第十二周 我们谈到唐太宗和熊门事变 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 事实上他发动熊门事变 有他软禁自己的父亲 诛杀自己的兄弟 到最后在唐朝 民众给他极高的评价 因为他创造了唐朝极高的威望 贞观四年号称天克汗 但我们会看看熊门事变 他成败的因素 跟关键的决定在哪里 然后第十三周 我们除了上一个主题 熊门事变之外 还会谈到宋代的国策 宋代国策 赵宽映他怎么创立宋代的 他怎么用众文轻文的方式 来提倡 来指引宋代的国策 这文人政治怎么建立 我们看他到底怎么成功 跟怎么来管制他的群臣 然后第十四周 一样我们检讨 这里头会谈到所谓的岳飞的问题 以下课上 岳飞他是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忠臣 当然这个部分在现在来讲 他必须要做到某种程度的批判跟检视 有部分学者认为 岳飞他有军阀的特质 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在这个主题当中 会来告诉同学 所以在评量跟线上作业当中 我们会出相关的作业 让同学来做了解跟思考 第十五周 我们谈到陈宇跟228事件 228事件在台湾 现在史上 事实上它是一个比较隐晦 也是一种悲剧 我们要来检讨 228事件发生的真正因素是什么 当然这跟我们讲 谁在迪化街所发生的这个事件 陈文系被杀 这个都有相关的关联性 所以在这个主题当中 可能会碰到一些历史的禁忌 当然我们可以了解更多的台湾 现代史的一些真实面貌 然后第十六周 我们要谈的是汪兆明跟民国政局 汪兆明他本名就是汪兆明 他笔名是金卫 但是我们一般听到汪精卫 而对汪兆明比较深疏 事实上他在中国现代史上 他的正义性是蛮高的 他是不是真的是汉奸卖国贼 当然这个还有待商议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 他对中国的百姓 尤其在沦陷区 他的照顾 确实是有他个人独到的地方 当然这个正反面的评价 我们在这主题当中会提出说明 第十七周 我们要看看汪兆 主要是从他自传我的后半生 对汪兆来讲 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他的下场 尤其他经历过国民政府时期 中共时期 对他个人来讲 他希望未来一辈子 不要出生在帝王家 当然这是一种悲哀 我们在检讨他的时候 可以看到专制政权 跟民主政治的冲突性 第十八周 我们主要讨论的是 期末考 那在前面几周所谈的部分 我们在这里做学习的总评量 也希望同学 一定要到学校来考试 那至于成绩考的方式 我们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 在线上课程参与的程度平和 这个部分 请同学要特别注意 尤其线上上课 你必须要达到100% 然后第二个 线上测验 这个部分 我们做几次的测验在上面 同学把题目仔细读完之后 把课程读完 然后你相续作答 他占10% 然后作业部分 同学要缴作业 我们会有大概四到五次的作业 然后有关其中 其末有成绩 我们按照学校规定 占30%跟40% 然后再为了学习方向 我们希望提供给同学 不管在中国现代史 或台湾史方面 都能够有衔接的课程 然后把基本的素养建构起来之后 对个人在人生的判断上 有比较多的一个帮助 好 关于网络大学部分 尤其有大学同学 他修所谓的远距课程 对如何操作比较不熟悉 希望同学能够善用 新手上路的功能 当你仔细阅读之后 你在操作上会比较方便 如果这样子 还让同学不能够有 更深刻的了解 也可以跟我的助理联系 那我们会告诉你 如果在网络上 他能够轻易的搜寻到 甚至于在缴作业 或评量测验 都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要求标准 好 我们谢谢各位 再见 谢谢观看